因為我受了這個傷 我對於人生很多看法 變得很積極 然後我的生活更豐富 我很珍惜每一個當下 因為我知道 你永遠不知道是明天先來 還是意外先來 那時候18歲 就已經經歷那個年紀很大的 所以我就覺得我是班傑明的奇幻旅程 從在床上不能動 我每天這樣滾 因為我四肢都不清晃 我就用肚子這樣滾 滾 然後滾到我現在可以走可以跑 然後跳滾還不是跳得很好 對 可是 那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到 我是我們家族裡面第一個 考上大學的人 一事之間我從大家覺得 那個沒有用的運動員 變成考上國立大學的學生的時候 那一個月超級風光的 可是沒有想到我離境大學 前面熱身啊 然後翻滾在練習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我的腰很痛 然後我就摔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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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我摔下來了 醫院 醫生出來跟我媽媽講 他們打開我的頸椎 發現我的全頸椎已經都已經散掉了 最肩膀已經全部都沒有了 可是 我還能活著 那很不可思議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 我應該是死掉了啦 然後我已經站在旁邊 然後我在學抉擇我要留下來 還是要走 可是那時候我覺得 如果我現在又死了 我太冤了 我人生都還沒有開始 我有好多夢想 我都還沒有做 然後我現在就死了 怎麼可以 謝謝 老天爺對我很好 它給我一個更大的挑戰 就是 當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還能夠恢復到什麼程度 我會幫我自己上廁所 我要擦妙鬼 那我躺很久 我想要動 我不能動 我要靠人家幫我翻身 我爸花多久走一百公尺 然後每天我就進步一格 一個一個 然後我說好 那我再來我要走兩百公尺 然後我就訂說 那我明天我要走三百公尺 然後再來我要走四百公尺 我沒有選擇坐在家裡 我選擇站起來嘗試 因為我不希望我成為其他人的負擔 我不希望有一天我老了 我癱瘓了 甚至我還沒有老 我就癱瘓了 然後我需要人家照顧我 所以我跟我自己講 不論發生什麼事情 我絕對不要再過那樣子的生活 其實人生又沒有要比奧運 我已經比我過去二十年都強了 不需要去跟別人比較 摔得這麼重 我在爬起來的時候 我的想法 我對人生的態度 完全都不一樣 其實這是一個經過包裝的原因 就不用去想說我現在很可憐怎麼樣 也不用 其實每個人生活都很苦啊 不是說脊椎水摔斷很苦啊 那個大家都有心裡面很苦的事情 但是這個很苦的事情 也許是一個契機 也許是一個讓你重新思考人生的契機 就像我昨天 前天在爬北大五山 到最後媽媽一段的時候 很多地方是你根本找不到路在哪裡 但是 你知道爬過那個時候 然後翻過那棵樹 你就會發現 路在後面 人生就是這樣子啦 很多的障礙物 很多的困難 它並不是要用來阻擋你情境的 它是要來鼓勵我們去超越它 去突破它 然後我們就可以繼續讓你重新思考人生的契機